這就是乳牛獻起出來的鮮奶耶 真的耶 來牧場參觀好好玩喔 趕快喝喝看 好 這種喝起來的味道 跟媽媽去超市買的那種 不一樣喔 有一種 真的好好喝喔 這種濃 純 香 好像自己家裡 就有養一頭乳牛一樣 真的耶 而且乳牛上面黑黑白白的花絲 好可愛喔 只不過 就要在家裡面養一頭牛 恐怕是做夢啦 家裡哪有這麼大 媽 有一個好方法耶 什麼好方法 趕快跟我一起去 快樂魔法屋 GO 要當手抓了 媽 乳牛的吸地盒怎麼做呢 好 首先我們準備一個 瓦潤紙板 然後背後呢貼上乳牛圖案的膠紙 或是小朋友你可以拿色紙自己畫出乳牛的圖紙也可以喔 然後呢 弄好之後我們把它翻過來瓦潤板的這一面喔 有一格一格的形狀這一面 然後拿出一個CD片 好 然後呢量出差不多像CD圓周的這個大小 然後呢兩邊往內摺 好 看看它差不多多大喔 這個量呢是為了到時候我們CD片就可以這樣橫放進去的大小 所以趁現在把它量出來 折好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再剪兩塊瓦潤板 背後一樣要黏上這個乳牛的膠紙 或是自己畫也可以 然後呢 我們要剛剛好是折橫的這個盒子的長方形 剛好可以黏在這個我們剛剛折好的瓦潤紙板的前後 就變成一個盒子了喔 那我們都弄好之後就用膠帶把它黏起來 黏好之後就會變成這樣子的盒子喔 噔噔 你看 這個盒子就是乳牛花紋的 然後裡面是瓦潤紙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它的盒子的蓋子喔 所以我們要準備一塊15x15公分的 塑膠瓦潤板上面貼上乳牛的花紋 或是自己畫上去也可以 然後呢 我們要來做乳牛的臉囉 所以我們先來做一個小舌頭 噔噔 然後上面貼上雙面膠帶 好 然後貼在鼻子跟鼻孔這裡 一個長方形 鼻子鼻孔呢 大概跟這個寬度是一樣的 下面這裡 然後再做兩個橢圓形做它的鼻孔 雙面膠撕開 另外一邊撕開 好 這樣子鼻孔就做好了喔 噔 還有吐舌頭 然後再把這個長長鼻子的這個部分呢 後面再貼雙面膠帶 然後把它撕掉 然後再把舌頭鋪定起來 轉過來黏上去 對準最底端 噔噔 你看 乳牛的鼻子跟嘴巴完成囉 現在缺少的是眼睛 好 這邊呢 然後我們就做了它的牛角 還有耳朵跟眼睛的部分 都在這裡 然後依序把它黏上去喔 可是我們在它的背後這邊呢 貼上雙面膠帶 然後把它撕掉 記得要黏的時候 不是直接黏在上面 然後要從後面這裡 後面這裡 黏上去 這是牛的角 然後耳朵也要黏在後面 背後我也給它貼上乳牛的花紋 看起來就很可愛喔 這邊也是 都貼在背後 轉過來你看 噔噔 我們把最後的眼睛貼在上面 貼上兩個大大的洞洞眼 牛的頭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在這個鼻孔的中間 穿一個洞 因為這個是蓋子的頭 所以要做一個手把 所以我們現在在這裡 鼻孔的正中間 好 1 2 3 用椎子鑽一個洞 鑽過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穿過去 轉一轉 然後我們再準備一條鋁線 穿過去 這邊 然後後面呢 給它捲一個圓圈圈的形狀 水滴形的圓圈圈 這樣子呢 它就不會拉出來了喔 拉不出來 另外一邊也穿過去 好 那把這個拉環呢 調整一下 拉一拉 就像是牛鼻子上的鼻環喔 然後最後呢 我們要跟盒子 水蜜桃姐姐剛才做的盒子 組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要把它黏在一起喔 然後先把這兩個圈圈壓一壓 然後在盒子的其中一邊 貼上這個雙面泡棉膠 好 泡棉膠撕起來 然後記得黏上去的時候呢 要距離這個底部呢 留一公分的位置 待會呢 盒子才比較好蓋起來喔 好 瞄準 一公分 邊邊呢也是對稱的 一 二 三 壓下去 哇 頭做好之後呢 現在我們要再用塑膠的瓦刃板呢 我們做出一個盒子 然後外面一樣要貼上這個乳牛花紋的膠紙 做好之後呢 接著我們在這個盒子的底端呢 我們要搓一個洞 然後呢 再用鋁線呢 上面包這種有點三角形的布織布 然後兩片都黏在一起 當作乳牛的尾巴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鋁線 從後面這個洞洞穿進去 好 穿進去之後呢 在裡面的地方呢 我們要捲出一個小圓圈 你看就像這個樣子 好 這樣它就跑不出去了唷 好 固定好之後呢 乳牛就有小尾巴了耶 好可愛唷 好 那接著我們再準備四個飲料的瓶蓋 一 二 三 四 然後我們在瓶蓋上面呢 擠上熱熔膠 要把它當作乳牛的手手跟腳腳 所以我們在瓶底的部分呢 我們黏上這個寶特的瓶蓋 記得四個都要黏喔 好 黏好之後呢 待會兒我們就可以把身體跟這個盒子 放CD的地方組合起來 我要告訴小朋友為什麼裡面要貼瓶蓋子呢 因為它是有凹凸狀的 所以我把CD放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格一格 它就不會跑來跑去 你看 放下去 真的耶 我們好有誠意喔 因為我們是快樂魔法屋 我們現在要組合起來了 放好了就不會跑來跑去了 你看瓶蓋子板真的好有用喔 那我們現在要把身體跟盒子 組合在一起喔 好 組合 YA 你看 乳牛CD收納盒就這樣做好了 那我們拉開看看 這裡好整齊喔 你看 都在這邊 一張一張放得很整齊喔 而且這樣可以放很多片 真的耶 有好多好多片都可以放喔 所以小朋友在家可以做做看 非常喜悠又可愛 待會兒一起來玩創意喔 趕快跟人相交 水蜜桃一分鐘玩創意 YA 看到了一分鐘玩創意的時間了 今天要挑戰的是水蜜桃姐姐 YA 就是我 妳要做什麼呢 我要做的是那個 用這種寶特瓶 然後把它做成柳丁 寶特瓶做柳丁 妳確定這個寶特瓶沒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它之前我在路上撿刀 把它洗乾淨 它有點裂掉 剛好可以拿來做 真的嗎 我看一下 裂得好整齊喔 好 水蜜桃姐準備好了沒 好了 水蜜桃一分鐘計時開始 好 首先把寶特瓶這個底部割掉 好 把它這個底部割下來 好 割好之後 再拿有顏色的奇異筆 在這個底部它突出出來的地方 都塗上顏色 塗什麼顏色 因為柳丁是有點橘色的 所以我就塗橘色的 橘色的 多久 什麼多久 時間還有幾秒 今天錄影的時間還是 我是說那個 喇嘛表的時間 我還有兩位是 小朋友你們看蕭丁哥 每次都不告訴我 小朋友你們自己看 電視的右下角 是不是有一個時間 它自己都不看 熱龍膠 熱龍膠 妳需要熱龍膠 怎麼辦 好啦… 然後再底部提它再龍膠 讓黃色的筆是要做什麼的 不用 黃色要嗎 然後黏上一個髮夾 黏上髮夾 我做好了 我看一下… 好 那妳示範給我 妳示範給我看 這要幹什麼 就是可以 因為熱龍膠還沒乾 我現在沒有辦法立刻示範 可是我有之前一個做好的 你看在那邊 我就可以拿來別給大家看 好 那妳別給我看 這是不是用在杯子上 這個是檸檬一樣的方法 然後裡面塗黃色 旁邊塗綠的 然後把它拿起來 你看後面也有一個髮夾 我就把它夾在頭髮上 你看 真的假的 真的 這樣夾出去不會被笑嗎 不會啊 你看 YA 其實很像買來的那一種 大扣子 很可愛吧 我覺得這一種平底 可以做成千牛花的樣子 很可愛 就是做不一樣的樣子 塗看塗什麼顏色 就可以變不一樣的東西 沒錯 所以小朋友在家 都可以做做看 對喔 小朋友可以謝謝 雪咪小姐姐的創意 下一次也不要忘了 同一時間準時收看我們的 快樂魔法屋 下次見 拜拜 我來背下 來見你帶 見你帶 哈囉 我是月亮姐姐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記得按這裡的訂閱 就可以常常看到我們喔 另外還有很多更精彩的節目 也都在這裡喔 再見